佛王法利利 佛利利 朕可無善善 那麼下面要講的就是 是不是所有的受過身關界 身關派傳承的菩薩界的這些 我們說在家也好 出家也好 出入門的凡夫菩薩 都必須要完全遵守這個18條根本界呢 首先我們前面也提過 真正的它的根本在哪裡呢 就是菩提心 所以呢 所有的不管是印度 還是西藏的高層大德 都共通的承認就是 如果捨棄利益眾生的怨菩提心 會是犯最嚴重的根本罪 所以出發性的菩薩 如果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求取個人的解脫 然後名義上 雖然說它是在修行大乘法 但實際上它的本質呢 已經墮入了身文或獨覺稱 現在有蠻多不少這樣子的情況 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像一些修淨土法門的 念阿彌陀佛的 可是呢 它其實並不在乎大眾 或者說不在乎它的菩提心 它只在乎自己能不能往生極樂世界 那麼這種就是屬於這樣子的一種情況 這樣子的話呢 它是屬於犯這個菩薩當中最深重的根本罪 所以在上述的18條罪之後呢 捨棄怨菩提心罪 我們公認為第19個根本罪 就是在18條之上還加了一個 就怨菩提心罪 然後就捨棄怨菩提心的這個罪 然後假設這個菩薩 不行善法 就是說它對饒益眾生的這個事業啊 沒有任何的義樂 甚至還非常的討厭 反侃 厭煩 然後不耐 只想自己在那邊觀著 然後在家自己修自己的 就念佛等等之類的 對其他的這種立他的行為都深感艱難 從而使他自己的相訊當中 捨棄了行菩提心的話 這樣子也是違反了菩薩的根本罪 所以在第19條之後 又加上了這個捨棄行菩提心的罪 為第20條 所以總共呢 應該是算20條這種根本罪 那麼過去的這個聖者 若清大義師呢 他將菩薩雖然都是出入門 剛開始受了菩薩界的這個 出入門的菩薩 可是呢 因為每一個眾生的因緣不一樣 根漆也會有不同 所以他又將這個菩薩界的學處 分成了三類 也就是說 不管是在家 還是出家人 上根利器的這個菩薩們 他的學處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虛空藏經》還有《極學論》當中 所講的這18條 名義上叫18條 但實際上算起來 因為有四條是重合的 所以只有14條 那麼這個是屬於 立根者不共通的學處 如果違反其中一條 他就會犯根本罪 如果他是中根的菩薩 不管是在家或出家 中根者的他的學處呢 就是前面所講的 自戰毀他 堅定裁法 撐不受毀 毀謗證法 這四種根本罪 那如果這個菩薩 違反學處當中的任何一種 就犯根本罪 最次最次 最差最差的 不管是在家或出家菩薩 下根者的學處只有一個 就是在這個佛說大方廣 善巧方便經當中 所說的這個不捨怨菩提心 所以一般來講 像現在有一些看部 我記得應該慈能露露看部吧 他們也是有一些觀點 就認為說 現在的這個菩薩們 只要 如果你說的菩薩界 其他的這幾條都做不到 但是呢 以最下根的角度來說的話 就是不捨怨菩提心 那就還算是能夠守住 這個最下根者的菩薩界 因為不捨怨菩提心 他是不管上中下根期的菩薩 都必須要守護著學處 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如果失毀了這個菩提心 他就會從根本上失毀了菩薩界 所以他是所有的這個界當中 最深重的這個罪業 在這個波羅色宋裡面 有一個宋子 他大概提到 他的意思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凡夫菩薩 捨棄了怨菩提心的過患 有多大呢 就是說這個菩薩 哪怕他經過了千辛萬苦的努力 在非常多義節當中 精進的修行 十善業等等 但是如果因為某一個時間 某一個時刻 或特殊的某個因緣 生起了強烈的 想要獲得獨絕的這種 或是阿羅漢的這種 各自個人解脫的這種發心 那麼他將會失毀菩薩界的根本間 因為生起了這樣這種捨棄怨菩提心的欲樂 所以他的過患 他的過失遠遠超過了二稱 就是我們講的生文稱跟獨絕稱 生文原訣 生文稱跟原訣稱 這兩稱別解脫罪的他聖罪 他聖罪 以生文稱的來講的話 就像在家居士 或者說比丘 他聖罪一樣的就是四根本罪 我們比丘的屈下人 有這個所謂的四條根本罪 這個叫他聖罪 就是他方 我剛剛前面之前也講過 就煩惱方已經戰勝了 就最根本的戒律 所以他的 一般來說上上戒 要大過於下下戒 也就是說 菩薩戒他的這種過失違反 或根本上違反的話 他的過失會遠遠大過於下秤的 這個生文原訣稱的這個過失 那麼 所以 我們就是作為一個入門的這個菩薩們 要去盡可能的 去守護好我們的怨菩提心 那麼除了在前面所講的這些戒條以外 這些根本罪以外 護持根本戒的方法呢 就是從支分上面 就從細微當中就去開始去斷除 所以呢 又講了 八十種惡作罪 有八十餘種啦 不只八十 八十餘種的這個惡作罪 所謂的惡作罪就是說 相對於根本罪來說 它是比較輕微的 不是重罪 是輕罪的這種部分 那麼在集學論當中 是有詳細的介紹的 我們不用特別的去 一條一條的數 這八十條 它有一個歸納跟總結 菩薩界的支分罪呢 可以分成三個方面來了解 第一個方面 是從果的方面 就是說 它捨棄了安樂 跟痛苦的這種惡作罪 有二十四條 然後從陰的方面 就是說 菩薩本來應該要 行持離苦得樂的事業 可是如果遠離了 行持離苦得樂的事業 的這種惡作罪 有十六條 這樣子前面的二十四加十六 總共就是有四十條 對吧 那麼所以 將這個四十條 再分為 暫時跟究竟的 這樣總共就會有 八十條惡作罪 首先我們講 從果的方面 捨棄安樂跟痛苦的惡作罪 的二十四條 它的這個分跡 它的根本是怎麼分的呢 它的基礎是有兩條 對其他眾生的痛苦 跟不樂意 不樂意就是說 不舒適 不舒服 你有能力可以去排除 但是卻不去做 不去排除眾生的痛苦 跟他們的不舒適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跟第二個 應該這麼講 痛苦算一種 不舒適 就是不樂意 這個算第二種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有能力給予眾生安樂 跟樂意舒適 而不給予 這樣子又算兩個 就是第三個跟第四個 所以以上這兩個呢 分成一身跟一心來講的話 就會分成了四種 我剛剛前面講的 這樣子會有這個四種 就是痛苦算深 然後這個舒適 或者說樂意它算心 然後這個安樂 就是身體的安樂 跟內心的樂意 內心的舒適不舒適 因此就會分成了四種 以上這四種呢 如果再分成現在跟未來的時間 這樣子再劃分 就會變成了八種 那麼如果這八種 再按照第一個 就是三門不精進利益友情 你三門沒有去努力的去做 第二個就是說 不再尋求利樂的 不再尋求能夠幫助他們的利樂的 這個因跟緣 還有呢 就是不去做對峙的方法 就是前面這八種 各自再用這三個方面去分的話呢 就會再分成八三二十四種 所以呢 前面所說的這個捨棄安樂跟痛苦的 這個果的方面來講的二十四種 惡作罪就是這樣子算的 那麼從因的方面來講 菩薩呢 遠離了要做這個離苦得樂的事業的惡作罪 有十六種 對其他眾生的這種大痛苦 這個算一種 還有不願意 你剛剛前面講過的不舒適 我們作為這個出入門的菩薩 但是我們的相續中 都沒有一點點的想要去對峙的這種心生情 那麼這個 前面這兩個 就是兩種 然後再分為今生跟來世 這樣就會分成四種 那麼對今生的這種 今生來世怎麼分 意思就是說 對這個眾生的今生的大痛苦 或者是內心的不願意 沒有任何想要去幫他對峙的這個想法 或者是對眾生後世的大痛苦跟不願意 也沒有一點點想要去對峙的方法去升起 這樣是兩種 所以以上呢 就是因為加上今生跟後世的分法關係 所以又變成了四種 這四種呢 再依照自己的心的相續 跟他的心的相續再分 就會變成了八種惡作罪 那麼對自身的這個大安樂與樂意 沒有一點點的捨棄 這個部分 對我們自己 菩薩自己 他自己的 本來作為一個菩薩 應該不再關乎 不再在乎自己的自身的安樂跟這個 但是呢 我們卻一點都不想捨棄 現在所擁有的安樂跟樂意 這樣子這個是基礎 這個是兩條 一個生一個心的這個兩條 再分成了今生跟後世 又變成了四條 然後再依照自心跟他的心緒 來分又變成八條 所以這樣子前面的八個再加這個八個 總共就會有十六種惡作罪 所以上面的二十四個加十六種惡作罪呢 總共四十種 再把它分為展時跟究竟的 所以總共就是有八十種惡作罪 然後除了這些 在這個上面所講的 這個在極學論當中主要提到這八十種以外 還有一些 他們叫做散播於大乘經典當中的 近似惡作罪 就是說他不是真正在那邊提到惡作罪 但是他已經近似了 包括什麼呢 就像實不善業 這個殺到淫忘 兩舌惡口其餘貪稱吃 這些都算 這個是實不善 還有世間八風 苦樂興衰撐積毀 還有這個五邪命 鬼詐虛談 現象方便嚴求和賈力求力等等 這些有一些不一樣的翻譯 大家在這個網上可以查得到 五種邪命 再加上這種五個飛行處等等之類的 以及像毀壞善根的四種因 起邪見 顛倒迴向 不迴向 跟炫耀功德 這些我在過去的視頻當中也講過 這些呢 諸如此類 他雖然沒有一一包含在根本學處 或者說我們的資分學處當中 但是他只要是撕毀我們的 深口義的這些學處 他都屬於近似的惡作罪 所以甚至有一些地方提到 包括沒有意義的跑啊跳啊說廢話啊 然後一些不好的威夷 這些等等之類 或者說沒有正知正念放逸等 捨棄修慈悲心 這些都算是近似的學處 因為菩薩我們每一個凡夫的習氣是非常非常深重的 從我們無始輪迴以來 我們剛開始進入這個大乘 受菩薩界之後呢 要去調伏非常深重的煩惱是 一下子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只能從粗淺的一點一點的去培養 一點一點去改變我們過去的這種習氣 那麼以上呢 是我們要講的這個 榮術菩薩 他所傳承下來的這個 升官派的菩薩界的部分 我screen聽說 我們要講的 您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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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嗎